电位器是一种组织可以改变的电阻器 在一些收音机上的音量调节旋钮就是电位器 不过这种电位器有机械结构 因为成本稳定性等原因已经逐渐被淘汰 取而代之的是数字电位器 电位器电路符号形象的表示出 电位器A、B管角是一个电阻的两端 这个电阻就是电阻滑轨 碳膜电位器中的电阻滑轨是一层薄薄的碳膜 P角连接一个能在电阻滑轨上接触行走的滑片 滑片就搭在碳膜上 如果从电阻滑轨的A端出发 离A端越远 则P与A管角之间的电阻越大 P与B管角之间的电阻越小 当用手拧动电位器的旋钮时 实际在改变滑片在电阻滑轨上的位置 使P与A、P与B管角之间的电阻发生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位器的滑轨电阻 电位器的滑轨电阻是A、B管角之间的电阻 也就是电位器可以达到的最大电阻 这个电阻就是电位器的阻值 电位器的阻值一般都会印在电位器外壳上 比如某电位器的阻值为10千欧 在调节电位器旋钮时 PA管角之间的阻值RPA会在0到10千欧之间变化 与此同时 RPB会在10千欧到0之间变化 但AB管角之间的电阻不变 总是10千欧 电位器的阻值通常会在这些数值内选取 100欧、200欧、500欧、1000欧、2000欧、5000欧、10千欧、20千欧、50千欧、100千欧、200千欧、500千欧、1兆欧等 电位器有转轴式、直滑式、微调等几种 在电路设计中 如果电位器需要用户在使用中参与调整的 如可调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调节 可用转轴式电位器 并把这些电位器设计安装在面板上 以便随时调节 如果只是在电路调试时 对某些电路参数调整时使用 可选择微调电位器 这些电位器大都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 使用小号的一字或十字改锥旋转旋钮进行调节 电路调试完毕后一般不用再去调整它 这里是几种常用的电位器 我们可以看到电位器有个显著的特征 它有一个调节的旋钮 如果拧这个旋钮电位器 它的组织会发生改变 在这种小的电位器上也有一个调节旋钮 可使用改锥 对这个旋钮进行调节 以改变电位器管角两个管角之间的组织 我们可使用万用表 对电位器的组织进行测量 以观察在调节旋钮时 它对组织的改变 我们已经把万用表的两个表笔 接到一个电位器的两个管角上 这两个管角呢 一个是中间的这一个和旁边任意一个 只要连接这两个管角旋转 如果是逆时钮的旋钮就能够看到 组织发生改变 好我们现在进行顺时针的旋转 可以看到组织慢慢的变大 如果是逆时针旋转可以看到 组织慢慢变小 任何一个电位器它所能达到的最小的组织呢 都应该是短路也就是零欧 而它最大所能达到的组织 就是它外壳上标注的组织 接下来我们用面包板连接一个由电位器构成的分压器电路 调节电位器以改变电位器接入电路的组织 这样就能看到分压器的输出电压也随之改变 这里我们使用的一个电位器 它的组织是20千欧 也就是203标注在它的外壳上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电位器按着电路图 把它插到面包板上 为了使得它的调节和使用更加稳定 通常我们会把它的其中的一个管角A和管角P呢 或者是管角P和管角B给短路起来 这样即便电位器发生故障 它的某一个管角如果和电路断开 这样它仍然在电路里头形成一定的电阻 而不至于彻底的断开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两个管角连接到插到面包板上 插到面包板上 我们要看清楚哪三排的排孔呢 上头插着电位器像这样 然后把它的P角和A角所在的这两排呢 给短路起来 使用一个跳线 这是一个短路相邻面包板排孔的跳线 把它的P角和A角短路起来像这样 然后把电位器也插进去 好这样其实电位器这两个管角已经短路了 然后呢我们再用一个跳线把它的管角给引出来 像这样 然后把它的另一个管角呢也给引出来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拿万用表进行一下测量就能够测量得到电位器的组织随着它的调节而改变 好我们拿来万用表 把两个表笔和面包板上的电位器的短角接触点也就是这两个接触起来 好现在显示的组织是4.4千欧 我们可以用一个手把这个表笔呢固定在面包板上 然后拿来一个改锥 对这个电位器进行一下调节 顺时针调节 看到组织越来越小 直到电位器调节旋钮到头了以后呢 组织为0也就是短路 如果向相反方向逆时针调节 它的组织会越来越大 直到达到电位器标称的组织为止也就是20千欧 好现在已经达到了调节到最大的位置 它显示是20.9千欧 所以这个电位器呢 在电路中的组织会随着调节旋钮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好这一部分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连接电路图 从电路图上看电位器的一端接高电屏 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跳线 把它的一端和高电屏连接在一起 比如说这一端我们把它接到高电屏上 使用上面一排排孔作为公共端 作为电源的正 所以呢把这一个连接到上头就接到了电源正上 然后它的另一端连接了一个电阻 这是一个10千欧的电阻 好我们把它和它的另一端相连 像这样 然后电流会这么流 流经电位器再流过电阻 然后回到负极 回到地线 所以呢我们可以找来跳线 把电阻的另一端和地线相连 好这样就完成了这个电位器和电阻连接 形成一个分压器 接着我们拿来电源 这个实验使用的是一个三幅的电池盒 同样的这个红色的管角呢 为电源的正极 给它接到上面这一排公共排孔上 黑色的为负极连接到下面这一排公共排孔上 好完成了以后就可以闭合电源开关了 这个时候已经有电流流经 电位器和电阻了 如果我们拿来万用表 对分压器的输出进行检测 就能够看到随着电位器的调节 它的分压器输出电压发生改变 好我们拿来万用表 把表表盘呢 拨到直流电压的测量档 然后两个表笔 黑色的表笔接地 也就是连接到下面这一排 面包板的这些 跳线的裸露的地方上就可以了 然后红色表笔呢 接分压器的输出 也就是电位器和电阻的公共端 也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 在万用表上显示了 1.55V左右的读数 这个时候就是电位器固定在这个旋钮位置上 所输出的分压器的电压 好我们接下来用一个手 把两个表笔都连接在电路里 然后拿来改锥 对电位器的旋钮进行一下调节 如果顺时针调节 我们会发现这个电压越来越大 当调节到尽头的时候 也就是电位器的组值为0的时候 它达到最大值电压为3.2V 这个时候电位器相当于短路 于是我们万用表的两个表笔测量的 是电池两端的电压 如果我们逆时针的旋转 会看到电压减小 这个时候接入电路的组值越来越大 于是呢 在电阻R上的分压越来越小 这样它的显示的电压也就越来越小 当我们调节到尽头的时候 它显示了1.06V左右 这个时候接入电路的电位器组值呢 是20千欧也就是它的标称的组值 这个组值呢 就能够和固定电阻R进行一下计算 得到这么一个输出电压 我们只要调节电位器 就能够得到不同的分压器的输出电压 可以看到通过调节改变 接入到电路里头的组值 这个方法呢 可以常常用在改变 比如放大器的增益和一些需要调节电阻组值的场合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